主料,西芹150克,虾仁100克,羊锅50克,胡萝卜50克,补料,油,盐,鸡精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虾仁洗净地干水分,把鸡蛋喝在碗中,只留蛋清,用筷子打出泡后,加盐,料酒,一整搅拌均匀,然后把虾仁放到里面用手装匀, 要虾仁挂上壶,西芹丁撕去老鸡洗净,携切成段,腰果洗净绿水放入五成热的油锅中炸以下捞出,胡萝卜去皮切丁放入锅中煸炒以下捞出,热锅冷油放入虾仁滑炒,放入西芹斑炒,放入胡萝卜,加入盐翻炒,撒入鸡丁,宽火淋入香油,倒入腰果拌匀,出锅装盘,烹饪技巧, 宿急者,正直上火之时不宜吃虾,患过敏性皮炎,支气管炎,反复发作性过敏性皮炎的老年人不宜吃虾,虾为动风发物,患有皮肤阶线者计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